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掀开圣学根植根 第一册 千字文 我们从 第六十六页 第三行开始看起 俯罗将相 陆迦怀亲 那么 这一节课啊 我们开始 来 学习这一句 经文 俯罗将相 那这句经文 它还是延续的 前面而来 这个府 是指宫廷 在宫廷当中 罗 则是网罗 宫廷内 罗制了 文武大臣 这个将相啊 有武将和文相 就是武将 就是武将 是武 相 是文 所以 天子 在宫廷当中 有许多的文武大臣 他们 依照次序 排列 那么 什么是 路甲 这里的 侠 人字旁的侠是通 夹道而行的 夹道而立的这个夹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读作夹 是 通夹字 那么这是夹道而立 那有谁 在 两旁 夹道而立呢 路甲 怀亲 那么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 怀亲 这个怀亲 所指的 就是 三公 九亲 那为什么称作怀亲啊 这个怀是怀树 因为在古时候 这个怀树 它是 三公 载辅这个位置的象征 所以叫做 怀亲 这个三公 一个人在朝廷当中 他能够坐到三公的位置 这就是最高的一个官位了 我们看 我们看古时候的爵位啊 我们上次在学习 爵这个字 你看它有公喉脖子南 公是排在第一 这是怀 那么亲呢 他所指的是高阶的文官 在朝廷当中他的位置是很高 这文官 他夹道而立 所以怀亲所指的就是文官 那么路夹怀亲 我们看到前面所说的是天子在宫廷当中 那么他下面有很多文武大臣按照次序排列 这是俘罗将相 什么是路夹怀亲啊 就是在出行这个时候 宫廷外的三公九亲 这是很高的官阶 这些官员夹道而立 那么这些官员 他是辅佐君王 来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的大臣 好 那这句经文呢 他的简单的意思 就是如此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经文当中的汉字 腐罗将相的腐 这个腐字 有经文的形体 有经文的形体和小传的形体 先来看经文 我们看正中字典当中的经文 这个腐字 这个腐字 是从腐 从入 沈树用先生他认为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腐字 那么小传的腐字 那么小传的腐呢 他是从眼 这个部首啊 他长得像简体字的广啊 但是他不念广 他作为部首是念眼 从眼 从眼 腐生 就是作为形生字来说呢 眼是他的形旁 腐是他的身旁 那么腐这个字啊 在说文解字当中 是如何来诠释他的本意呢 他的本意是文书藏 也就是文书库 这个文书啊 这个文书啊 所指的就是政教典籍 他对于整个国家的行政 以及君王对老百姓施行教化等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料 正是因为他很重要呢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处所 可以妥善的来保管这些文书 所以就从眼 这个眼呢 是腐这个字 他的形旁 那么再来看腐 腐是他的身旁 这个腐它有什么意思呢 腐有给予的意思 所以他就具有受受 使什么什么持有 这样的意思 那么腐 这个地方 按照说文解字啊 对他本意的解释 我们就知道说腐 这是一个保存文书的处所 而且是要妥善寿寿和保有文书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是从腐这个字啊 从字型上来分析 结合说文的解释 我们就了解这个字 他的本意是什么 所以腐这个字啊 当他做名词解 那么当然他主要是做用作名词 他可以用作官名 那么这个官他是专门里藏官文书 他也是跟文书的典藏有关的 比如说在周理天官 就有一句经文说 在腐八指五曰腐 那么这个腐啊 他就是官名 官员的名称 那这个腐 作为腐这个官员 他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是长官器以至长 所以是政府非常重要的这些文书 他要把它妥善的保管好 那这个官就叫做腐 那腐字作为名词来说 他不只是指官名 他还可以指处所 就是长具文书跟财物的处所 就叫做腐 在这个地方啊 是可以存放文书等重要的资料 而且可以存放财物 所以他做这个解呢 就是指这样的一个处所 比如说在孟子当中就有说 辟土地充福库 那这个福库 这个福所指的就是收藏这些文书跟财物的处所 那么福也可以指官署 就是许多官员在府中 他在这个地点进行办公 这个就是府 这个就是府 比如说诸葛亮前出师表说 宫中府中聚为一体 那宫中指的是宫廷 而府呢指的就是官员的官府 好 那关于府这个字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再来看 陆家怀亲的怀 那怀这个字 我们看一下 他的小传的字形 小传的怀 他是从木鬼身 木是他的行旁 这个鬼则是他的身旁 所以在说文解字 段语才的诸解当中 解释怀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 就是怀木 就是怀木 所以怀它是一种 这个树的名称 是一种落叶桥木名 那么如果我们在北方生活啊 就会经常看到怀树 甚至会吃到怀花 这个怀花是可以吃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怀这里 它有一个鬼字呢 这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古人呢 都认为人死了之后变成鬼 那实际上我们学习佛经知道啊 有三界六道 并不只是鬼道 鬼道就是贪心堕恶鬼 那么鬼 它含有一个什么意味呢 我们印象当中的鬼啊 一般长的是又丑又黑 这是人们对于鬼的印象 而且很善变多变 那么在广志当中说啊 说怀这种树呢 它有青黄白黑这么多种 青色黄色白色黑色 而怀男子当中有老怀生活 在尔雅的世目当中说 受公怀夜昼和消炕 那又说怀己丑桥 那么从以上的这些文当中啊 我们就知道人们对于怀这种植物 有什么印象呢 就是形容怀这种树啊 就人们在描绘怀这种树的时候呢 认为它都是又丑又黑而且多变的 这个跟鬼的给人们的印象是很相近 所以这里才会从鬼生 他的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形旁跟生旁啊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古人造字的时候不会无缘无故的 去给他安一个这样的偏旁 这样的步手啊 或者是这个生旁 就是说 无论是形旁还是生旁啊 它跟这个字本身的意义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怀指的就是怀目 而在周礼 那我们知道周公制定周礼啊 这部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部 周朝的宪法 好 这个师父上人常常提到 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 对周礼这部书是推崇被制啊 他认为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孙世世代代 都还能够秉持着周礼的精神呢 那么今天还是周朝的天下 可见的这部书在中国古代的经典当中 他曾经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在周礼 秋关这当中就有记载 三怀三宫未焉 你看早在周朝的时代啊 这个三怀也就是怀目 他和三宫的位置 这样的官位呢 就已经有关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古时候 会在朝廷当中 种下三棵槐树 那么这三棵槐树 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我们知道周朝时期 就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官职 叫做太师太保还有太父 那么每当上朝的时候 这三棵槐树 就是太师太保还有太父 他历朝的地方 这古人上朝他是站着的 这在前面的经文曾经介绍过 后来历史有不断的演变 到后来才有做朝 所以古时候 臣子要上朝 他是站在那里 那这三棵槐树 就是 这个三宫 他历朝的处所 那我们知道三宫的这个位置 他在朝廷当中啊 是相当尊贵 显赫的位置 所以后世 就把三宫这样的显赫的位置 称为怀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千字文这句经文 路加怀亲 会有这样的一个称谓 我们要了解 他的历史的典故 这是出自于周里的经文 那么怀这个字啊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此地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图呢 就是张清泉教授啊 他在济南千佛山所拍摄的唐怀 因为怀树有很多生活在南方的人 对他并不熟悉 究竟怀树是长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张教授很慈悲啊 在这里把济南千佛山的唐怀 这个照片呢展示出来 那说唐怀 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这棵 这棵 这棵怀树 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从唐朝的时代呢 就已经种下了这棵树 而且这张照片还是张教授啊 到雪公老人的家乡山东济南去拍摄纪录片 他特别就到千佛山上 在那里现场拍下的照片 那么唐怀 他的样子呢 也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两棵 合在一起 就好像呢 是母亲 在抱着孩子 这是唐怀 我们看这个照片呢 就能够知道槐树是长成什么样的 好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再来学千字文下一句的经文 我们请看六十六页 我们请看六十六页第三行 大官 大官 就是 爵位很高的功臣 这些功臣 他们有得到天子的丰厚的赏赐 那么 那么 每一户 是得到八个县 你看八个县呢 这个土地就很大了 这是一户 封八个县 那什么是户啊 户 它指的是一扇门 就是 只有一个单门的就是户 如果是两个户是门 我们看到门字 它有左右两边 那各自是一个户 两个户相对就是门 两扇门 那么一户呢 指的就是一家的意思 那户封八县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封 封建制度的封 它指的就是 用土地 爵位 还有名号 授予王族 或者授予有功的人 那么王族 这是说在古时候 君王 他有很多的儿子 但是最终 能够继承君王的位置 那只有 敌传的长子 或者是其中的 一个儿子 那么其他的兄弟呢 就进行分封 比如说 像周公 他是周武王的弟弟 那时候 这个周武王这个时代啊 就有进行分封 那么许多兄弟 这样分封下去呢 诸侯跟诸侯之间 虽然他是不同的诸侯国 可是追溯他的原流呢 都还可以找到他们共同的血缘关系 也就是都是同一个宗族的 就是 在怎么样 有外人来入侵 那毕竟呢 他们有血亲的关系 那么这是封 八县 这个八县就是 八个县 那么大的土地 这是他所封到的 那么县呢 在当时 就是行政区域的一个划分 像古时候有分成 周 府 道 他是隶属于周府道 这是护丰八县 就是指呢 这些爵位很高的功臣 他们就有得到天子丰厚的赏赐 那每个人所得到的 有八个县那么大的土地 还有这个加几千兵呢 指的是 每一户 就 赏赐给他一千个士兵 这样他可以进行管辖自我防卫 这是作为贴身的护卫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句经文当中的汉字 护丰八县 这个丰字 好 那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头影片上面 这个封字 就有不同的形体 有甲骨文 金文 还有小传 好 那正中字典当中的甲骨文呢 它的形体又是不同的 好 那么甲骨文 我们看正中字典当中这个封 好 朱方浦先生 他认为啊 这个封 就是古人的经界 那古时候有这种封建的制度 所以 所以 每当分封土地 好 分封这些诸侯国 那这个诸侯国 他本身 这个土地的范围 好 这个江界 就要封齐四江 就是这个封就是齐土逐界 就说诸侯国 他到底土地的面积多大啊 把他的范围 在他的四周 到底他都是 是到达哪一个界限 那这时候就要齐土逐界 把他这个 诸侯国的国界 要把他分清楚 那么造都义之风欲 也是如此 所以古时候啊 这个疾风 实际上 他用的是树 来作为 他的界限 好 就是 在 比如说周礼当中 就有说 至其 姬姜儿 沟峰之 那么 这个 风 他的意思 就是 植树立土 来作为界限 好 在这里种一棵树 然后把这个土啊 煮起来 这就是 这个国家的界限 诸侯国的界限 这是古时候啊 分封疆土 就是如此 但是 这种分封疆土 植树立土 作为界限 这是很古老 早在太古的 这个时代 就已经有 那么 我们要是看到 在太古时期 这些老百姓啊 他们常常 会利用 会利用 自然界当中的 森林的林木 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 有点像原原始社会啊 就是一个部族 跟一个部族之间 那么他们之间 到底界限如何划分呢 那么他就会 用这个树啊 好 就是种一棵树 来作为 他们族群与族群之间的 一个界限 好 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 静界林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那我们看到 甲骨文的这个形体 就非常的清楚 你看它上面 在正宗字典当中的这个甲骨文的封 上面呢 就是一棵树的样子 就是以这棵树来作为界限 作为土地的界限 那这棵树到金文甲文的时代 依然是很清楚的 好 好 所以这个风它就是 齐土界 就是要分 要分清楚这个界限 就要在这里种 种上树 植树立土 来作为界限 这是甲骨文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文的形体 好 金文的形体呢 正宗字典上面和我们 投影片上的这个形体 就是很接近的 那就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样的 金文的这个封 林毅光先生解释啊 他的本意应当是什么呢 应当是具土 好 这个土就是土地啊 好 好 我们看到金文 这里就有一个土地的 好 这个土的 样子 好 这是左侧啊 左侧大家会看到有土的这个样子 好 好 那看到右侧 右侧这个形体 大家应该不陌生 他就是一只手 好 那这只手 手上 就拿着这个土 好 就是 从右啊 这个右就是手啊 右边有一只手 好 这个手 他是持土 好 那这就是金文的形体 所以 林毅光先生认为 封这个字呢 按照金文的形体来解释 他的本意就是具土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小传啊 那小传的封 我们先看他的左上角的这个形体 好 这个形体呢 他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就是进 好 这个前进的这个进 进生的进 好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形体呢 为什么会有进这个意思呢 这就是说啊 他取 可分 公喉博子男 这是五 古时候 五等的 五个阶层的爵位 而依次进生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他的左下角呢就是土 好 也就是 古时候 在进行分封 要封诀 除了是封给你公喉博子男 其中的一个爵位之外呢 而且还要封给你一定的土地 好 所以这个封 这里就有一个土 好 这在小传里面就是左下角这个形体就是土 好 再看右侧的寸 右侧的寸呢 它是 代表啊 赐予一个人一定的官爵 公喉博子男 比如说是公爵 或者是伯爵 以及受予他的土地 这是有一定的制度的 它一定是按照你的功劳的大小 它有一个等级的区分 好 有一定的制度 因此 封这个字 我们看到小传啊 把这几个形体合在一起 来解释它 封就是指按照一定的制度 把土地 赐给有功勋的人 好 他一定是对国家啊 对社会啊 对于百姓 有很大的贡献 比如说像周公啊 周朝时期 周公 少公 他们都有 被分封一定的土地跟爵位 那这是 他们对于国家 对于社会 都有重大的贡献 好 而定其爵位之等次 那是要根据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 再来决定啊 公侯伯子男 要分封 要封赏给他 什么样的爵位 那这就是封的意思 所以 在许慎的 说文解字当中呢 解释封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 绝诸侯之土也 好 这个绝是用作动词啊 就是给这些诸侯赏赐爵位 同时也赏赐他的土地 好 这是按照 他的功 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 那么就赐给诸侯一定的爵位 并且按照赐给他爵位的等级呢 来授予他土地 这样他就可以立国了 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正式的诸侯国 好 这就是封这个字 他的意思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字的字形 以及他的本意 那么进一步的 再来看中国古代的这种封建制度 好 我们就会有一个 更深入的了解 好 所以封这个字 当他用作名词啊 他可以指诸侯国 好 比如说国语当中说 正极不丰 好 那么同时他也可以指诸侯的土地 他所管辖的这个土地 叫做丰 那么丰也可以指江界 好 比如说李记杂记当中说 富人非三年之上不与封而调 那么这个封指的就是江界 好 这是他作为名词啊 就有很多的不同的用法跟意义 而封这个字作为动词来用呢 好 像我们这句经文 护封八县 他就是用作动词 那他用作动词 嗯 这个封字 就有利的意思 好 也就是赐给他土地 让他受决立国 同时 这个封还有寿的意思 也就是寿于土地爵位名号 好 那我们这里护封八县的封就是这个意思 好 比如说 在 在 这个 李白 唐朝的李白啊 被称为诗仙 他的 这个诗歌的作品非常有名 他有一首诗 他的诗往往都是很豪放的 他说 声不用封 万户猴 但愿一世 寒荆州 那这个封 所指的就是 受于土地爵位名号 是用作动词 嗯 又例如在 史记孔子世家当中有一句文说 公遇封以尼西之田 所以这个封 同样也是用作动词的啊 就是受于土地爵位名号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封字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来看下一个字 加几千兵的 加 加这个字呢 我们先来看 甲骨文经文跟小传的字形 大家呀 看到这个字形呢 就会觉得 非常有趣 那特别是 大家如果看 这个 头影片上 甲骨文跟经文 啊 我们就会看到呢 在这个房子里面 就有一头啊 又肥又壮的猪 这就是家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甲骨文跟经文 那甲骨文跟经文的家 正中字典 正中字典当中的这个形体 看起来是很接近的 那么 那么经文的家呢 我们同样是先看正中字典当中的经文啊 吴大成先生他的解释 这是古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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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棉 从始 始就是猪的意思 这个棉我们常说宝盖头 那吴大成先生的解释 为什么在经文当中 这个家会用一个棉和一只猪 来显示呢 这是因为啊 其实他和古代的 这种祭祀的制度是有关的啊 我们学过礼呀 这个礼当中有吉礼 吉礼就是跟祭祀有关的礼 好 那么在祭祭祀当中啊 这个古人祭祀 我们可能都有听过三声 大家如果去参观过天坛呢 地坛 这些古时候在祭天祭地 或者是太庙 还有像孔庙 这都古时候都有 在举行一些祭典的地方啊 那么大家都应该 会知道有三声这个概念 就是古人的祭祀啊 他是用牛羊猪 来祭拜的 好 那这是有一定的 礼的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你光是看祭礼啊 就可以体现出中国古老礼仪之邦的精神 好 那么祭祀的时候 他也是有分 祭拜士人 你看古时候有士农工商啊 每个人他在社会当中的身份地位 职业等等都是不同的 那么祭拜士 世人呢 是用羊跟猪来祭拜 那么在古时候 树士跟树人 他是无庙啊 你看 当你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时候 那么你祭拜 就会有一个固定的处所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会去参观太庙 就会看到这是古时候的君王 他祭拜自己的祖先 就是在太庙当中去祭拜 好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身份地位都是这样高 如果是一个 嗯 树士树人 这是 算是平民百姓 那他当然就没有庙 他没有一个单独的地方来祭拜 所以呢 就 寄于寝 这个寝就是指他所居住的地方 他平常吃饭居住的地方叫做寝 好 于是就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呢 成屎于屋下 要祭拜他怎么祭拜呢 就把一只已经主熟的这个猪 就放在他的房子的下面来祭拜他 好 那么这指的是 他是 树士树人的身份 是平民的身份 这时候同样是要祭拜他 这是 为什么说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你看中国古代啊 就是祭拜祖先 祭拜天地神明 这样的传统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好 所以即使他是平民 但是他过世之后呢 你同样要祭拜他 这个礼还是不能缺的 于是就用这个猪啊 在 这个猪作为祭品 那么就在房屋的下面 把它供上 就来祭拜他 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金纹这个形体啊 那我们看 头影片上的这个金纹 这个猪画的就更像了 本来上面这个甲骨文的猪 还是一个简笔画 大家可以猜得出 他是一种动物 但是到底是猪还是 这个别的动物 可能还要猜一下 可是如果看一下金纹的 这个 这所画的这个画 这非常明显啊 就是一头猪的形象 我们再来看小传 小传的家 是从眠 家省 从眠 家省生 他的本意 在说文解字当中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的本意就是做居 这是居住的居 也就是家 他最初的意思就是 人所居住的屋子 就是家 所以他从眠 那徐浩这是一位学者 他认为 家 为什么里面会有一只猪 从始 是因为啊 人家皆有畜始也 您看这个徐浩的解释 他是针对小传这个形体 那当然因为甲骨文跟金文的时代更加古老 所以那时候在解释甲文经文的时候呢 那么学者对他的诠释 就会结合上古时代的这种 济世的理俗来讲解 可是徐浩因为他是 这个后就是 他主要是针对说文的小传来做诠释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解释又会有所不同 好 所以为什么这家里面 家当中呢会有一头猪 这是因为 嗯 在古时候家家户户啊 都会养猪 好 取理当中说 有一句经文啊 问树人之父属畜 已对 好 那这里呢 他是用猪来代表所有的畜生 你不可能只养猪 可能也会有养牛啊 养羊啊等等 养这些鸡鸭鹅啊 会有很多的动物 好 但是 这些 在一般的百姓家里所养的 畜生啊 就以猪来做代表 好 所以 取理当中 你就会看到说 你要问说 哎呀 这户人家 这户人家是个平民的百姓 那么究竟他们家是富有还是贫穷呢 那要怎么来界定啊 这时候你就是数一下啊 这家到底养了几头猪 好 如果养的猪比较多 那这家就算是比较富有的人家 养的猪少的 这家就是比较贫穷的人家 好 是这样子来界定 那严章福先生他认为这个家啊 你看这又是一个不同的观点啊 嗯 那么当然每一位学者啊 无论是 吴大成先生还是徐浩 还是我们后面要介绍这些学者 他们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都是有根据的啊 这里都有把它列出来 严章福先生他认为家 为什么在这个棉的下面会有一头猪呢 他说啊 这个猪并不是全 全史之史 他并不是 猪狗的这个猪 而是古时候的害字 这个我们如果是学教堪学啊 就会看到这古文当中有人就是会 会把这个史字跟害字 会最后传超可能是传超的额物啊 会产生错误啊 因为这两个字看起来就是很像 是吧 那么这位学者他认为害 为史 他认为这两个字就是同一个字 在吉韵当中说害古作史 那么史 那么史下面说 一人男一人女也 从以向国子可可之行 在礼记当中说男友是女友家 所以这个害呢 就是一男一女而生子 这就是家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家 他从始 那么实际上是害 缘故就是在这里啊 所以张福是 这个严张福先生他认为啊 这个家里面的 这个史并不是猪的意思 而是害 那么害他就是说 一男一女 在这里面会传宗接代 会生孩子 这就是家 那么代同事先生他认为这个家 他还有不同的这种解释 就是三个人聚在棉下 这个是古时候的足 这个字 那这些学者啊他们的解释呢 也都很有道理 可以说比说文解字当中许胜呢 他所做的解释更加的清楚跟明亮 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做参考 所以家这个字呢 他用作名词 他就第一个意思就是人所居住的处所 就叫做家 那么他做名词 他也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呢 就没有一一的来跟大家做解释 那这个家他还有用作动词跟形容词的用法 那特别在这里要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就是 这个家字啊 他也是一个多音字 他还有一个读音念作孤 这是从前我们在跟大家介绍班昭的生平 这是汉朝时期一位才女 很有德行的女子 那么提到班昭啊 一般人也没有都是直接称他的姓名 有尊称他为曹大姑 那这里的大姑 这里就不念作大家 所以家它是一个多音字 那在这个作为女子的尊称 大姑他就是念姑 在后汉书当中就有记载 班昭博学高才有结形法度 就是说班昭这位女子 他既有德行又很有才华 抵数招入宫 于是呢 在这个东汉时期啊 军王就多次的把班昭请到宫廷当中来 命皇后诸贵人施烟 所以在宫廷当中呢 班昭他是这些皇后贵人妃子的老师 号曰大姑 那这里有写作太啊 太姑 这是对于班昭 因为他很有德行学问 所以呢就称呼他做曹大姑 因为他的先生过世的早啊 他的先生是曹氏叔姓曹 好 那么这是对于班昭的一个尊称 让我们也知道加这个字呢 他也是多音字 好那我们 嗯 今天学到这句经文哦 好 护丰八县加几千兵啊 好 这个 这一段经文 真跟中国古代的一个封建的制度 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在前面为大家介绍周武王的生平 就已经有分享过 我们看雪公老人在中国历史纲目表当中啊 就有谈到周武王这个时期 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是从续正和制度 这两个方面来讲述 他一生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 其中制度的第二条 就是封建诸侯自神农以弃因均利后 这个制度啊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相当的深远 为什么中国古代叫做封建制度 好 这个封建啊 两个字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 都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这个封建诸侯的制度呢 是周武王时期一个 好 对后世影响很深远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知道周武王啊 他也是一代明君 关于他的生平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 好 就是西周王朝的创建呢 就是周武王 他所创建的啊 那他在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德政 这一点在雪公老人的这个表 以及江老师所绘制的华夏道统原流图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 他就作为一位这个明君圣主 他在历史上啊 除了出兵讨伐残暴的商周王之外呢 那么他也有许多德政 是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造福的很多的做法 这个我们可以 看这个图跟文 就可以了解 他主要的这个生平 那这里我们看江老师也有谈到啊 他把交注继承齐等封国封给有功德于人民的古代帝王的后裔 你看这个君王啊 他是多么有人爱之心 多么的厚道 那这是在玉批历代通建极览当中啊 就有一段文就有讲到周五王 嗯 是在十六三年春 王即位 国号周 大封建诸侯于天下 所以这个封啊 跟建 我们就要了解 这个封刚刚介绍过 就是君王他把土地 爵位 还有名号啊 就受给王族或者是有功的人 这个就是封 那什么是建呢 建 他是封力和封刺的意思 所以封建诸侯 大封建诸侯于天下 我们在这段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周五王 他都 分封了哪些土地跟爵位 给这些有功的人呢 首先 他有封古代的君王的后代 他把宣元皇帝的后代封在了冀 住 住就是在今天山东济南这一带 他有古住国 那周五王把顺王的后代封在了陈 是 龟满 把龟满封在尘 他所在地呢 是在今天 河南旧开封 以东到安徽省的旧博之间 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三克 他封的皇帝 瑶帝和顺帝的后代 那我们前面讲过百家姓 这个百家姓 有141集 282个小时 介绍了500多个姓氏 我们会看到 古时候这个分封诸侯 封建诸侯于天下的历史 跟姓氏的起源 关系是很大的 所以有许多 陈姓的子孙 他就是顺王的后代 这个我们就是会看到 在周朝时期的这个分封的历史 他就会和我们所讲述的百家姓的 姓氏的源流是有关系的 那么佑峰下后氏的后代于启 这就是东楼宫 那么启呢 是在河南的开封 还有殷 这是殷商时期 商朝 因之武庚 是为二王之后 那周五王啊 他前面所介绍的 他所封的就是古代的君王的后代 这显示出了周五王的这种仁爱之心 是他人正的表现 因为 虽然他自己当上天子啊 可是他对古圣先王的后世子孙 依然呢 是念念不忘啊 念念不忘他祖先的这个德政 所以呢 对于他的后世子孙 都是非常后代的 那后面就有讲到佑峰师 上父 这就是江太公吕上 把江太公吕上封在了齐 这个齐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这一带 那周五王把他的弟弟周公蛋封在鲁 这个鲁就是今天的山东屈腹 又把少公氏封在了燕 这个燕就是在今天的北京 北京有燕山啊 还有树树高于壁 这就是毕宫高 就封在了今天的陕西西安这一带 接流向王室啊 他们都留下来辅佐王室 那么关于江太公、周公、少公 他们的故事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啊 最近刚刚讲过这个少公有甘堂疑爱的故事 就是连他处理案件啊 他就坐在这个甘堂树下面啊 那么百姓因为怀念少公的德政 就是连他办公所在的这棵甘堂树啊 老百姓都不忍心伤害他 把他保护的很好啊 一直到现在这棵树都还在啊 那么他代表了 少公他 这个人民爱物的一种精神啊 就是因为他的人证与德证 让百姓啊 世世代代都是念念不忘的 那这一段的 这个文 就是出自于玉批历代通建吉兰 这一段就讲述了 周五王时期 分封诸侯的这个历史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经文 签字文第六十六页的第四行 高官陪年 屈鼓正音 那这个文呢 也同样是顺着前面的经文而来 好 这个高官陪年屈鼓正音 就是说 当皇帝的车架 在出巡的时候啊 那么有许多的官员 这些官员头上都戴着高官 就是高高的官冒 他们 都陪在 皇帝坐车的 旁边 这个陪年啊 就是陪伴皇帝的坐车 好 年 这是皇帝专用的车子 叫做年 驱鼓正音 驱鼓 驱是驾车的意思 鼓则是车轮 所以驱鼓正音 什么是正音呢 因为这些官员 他的头上 都戴着高高的官帽 官帽的上面有帽带 当他坐在车上 这个帽带就会震动 好 这个就是车辆啊 当他在行走奔驰的时候 大臣们 他们 系着这个官的帽带啊 会随着这个震动 在不停的晃动 这就是驱鼓正音 那么因为以前的车啊 是马车 和我们现在的车子是很不同的 马车的轮子啊 是木制的 非常硬 所以马车在路上行走啊 他会产生震动跟摇晃 他一震一摇 那这些官员 他们帽子的阴带啊 就会跟着摇来摇去 好 好 这是 这句经文 他的意思啊 就是在这里啊 好我们来 看一下 这里面的汉字 高官陪连 先来看 官这个字 那么官 这个官啊 和免 是不同的 好 虽然他都是指帽子 但是 官和免他的意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 这个免 是古时候天子 诸侯还有清大夫 他们头上带着这个理官 叫做免 那免上面有 有10 援有5 有流 那以后 那在古时候的理智当中都有规定 比如说匿记当中说天子之冕 朱元早十二流 这个都是和古人的这个礼的观念啊 就是五伦五常的观念有关啊 因为你在朝廷当中一定是通过这个衣服啊帽子 要能够区别出身份 天子的身份 那么天子他的帽子跟衣服啊都有一定的规格 如果是大臣大臣的身份 要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都是有一定的 这也是便于行礼 也是体现出了这个 伦长的关系 那么观 它是同样是帽子 那么观是什么样的帽子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小传的形体 小传的关是从密 从圆从寸 那么这个密啊 跟那个宝盖头就不一样 是差一个点 它读音也不同 如果是那个宝盖头多一个点呢 这个部首就念绵 如果是少一个点呢 这个部首就念密 这个密 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负的意思 这个圆 你看 关 关里面有圆 圆 我们常常说圆手 圆手啊 所以这个圆 它就是手的意思 再来有个寸 寸 又是什么意思呢 寸就是 击 鸡啊 是古人 头发上有一个簪子 这个鸡就是簪 所以寸 大家会看到小传的形体啊 就是这个棉 里面呢 密 密 这个部首里面 包着两个形体 左侧的是圆 右侧的就是寸 那这个寸 是鸡 也就是簪子的意思 用这个簪子 把头发竖起来 并且 盖在头的上面 那么这盖在头 上面的东西 就叫做关 在六书固当中解释 关这个字 它的本意是什么呢 它的本意就是 便免之 总明 这个便啊 我们前面刚刚学过 这个经文 升阶纳壁 便转 疑心 这个便就是帽子的意思 免也是帽子 所以这个关就是便免的总明 是后世所指的 帽子这一类的总称 叫做关 那么朱俊生先生认为呢 义从原生 林毅光先生认为 从寸之字 故从右 那林毅光先生 他认为说 关这个字呢 就像手 一只手啊 我们看小传的形体 在右侧 里面呢 就有一只手的样子 那么一只手 持 持什么呢 持密 密就是帽子 加圆 圆就是手啊 圆手圆手 所以圆就是头的意思 所以拿着一只手 手上 拿着一顶帽子 把它戴在头上 这就是关 那这个很形象了 林毅光先生的解释 这个说法呢 也是很正确很准确的 因此这个关 大家看到正宗字典当中啊 有一张图 这就是关的样子啊 当然古人的这个关 它种类是很多的 这是画出一个图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 这古时候的帽子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所以关这个字呢 当他用作名词读官的时候啊 那么 它的 第一个意思就是便免的总名 便跟免都是帽子 后世通称为帽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你看上面呢 上面它写的一个字叫做鸡 鸡就是簪子的意思 那它就是 这种簪子就是要把头 头发要把它绑起来 竖起来 然后上面呢 再戴上帽子 这是官的意思 那有一个词叫做冠冕 这个冠冕 它就可以指 有冠决的人 可以称作冠冕 那当然冠冕这个词 它还有许多不同的意思 而冠这个字呢 它也是一个多音字 当他读冠的时候 读冠 用作名词呢 就是指古时候啊 有一种仪式 就是冠礼 这个冠礼 这个冠礼我们在前面的课堂当中曾经介绍过 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 那么冠礼是男子的成年礼 当男子 当男子到二十岁成年 那这时候就要给他举行成年的礼 要戴上帽子 所以后来呢 也会称成年的男子为官 比如说礼记取礼当中说二十曰若冠 那若冠这时候代表你已经成年了 这时候就要行冠礼 在礼记的冠礼当中说 冠者礼之实 所以冠礼啊 在礼当中是很重要的啊 一个男子成年了 那他成年之后就不能像童子一样啊 他成年之后呢 就开始为家庭 为国家要担负着一定的责任 因此冠礼也是他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礼 代表他从孩子的时代呢 就进入了成年的时代 所以古者圣王众冠 这古代的圣王啊 对冠礼是很重视的 这是当这个字他读作冠的时候啊 他首先就是指 这个男子二十岁成年 要行冠礼家冠 而冠字做动词就有戴帽子的意思 比如说孟子当中有一句经文说 徐子冠乎 那么这里的冠就是用作动词 那我们在签字文当中 这句经文高官陪年 他读官 那我们就知道他是指的是帽子的意思 那师父上人 在讲习当中啊 也曾经 跟我们谈过古代的敬贤观 这是后后胜于前前 后一代超过前一代的概念 就是古时候啊 政府的官员呢 所戴的帽子 就称作敬贤观 那个帽子像楼梯一样 前面比较低 后面会高出一层 那他像佛法一样也是有表法的意义啊 他代表什么呢 他是代表前面是自己 后面则是下一代 所以官员他戴上这顶帽子 敬贤观 就常常要提醒自己啊 希望下一代 能够高过我们这一代 这才是称职的 才是有成就的 所谓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假如说后面这一代跟你差不多 那这就是失败啊 等于说没有成绩可言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古人他身上所穿的衣服 头上所戴的帽子 都是含有很深的教学的意义 就是佛法所说的表法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 要懂得这个表法的意义 所以敬贤观啊 古代你看衡量一个官员 他政绩做得好不好啊 最关键的是看 他是不是能够替国家社会呢 选拔人才 培养人才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师父上人就有提到 他小时候啊 有一位同班同学 是南京一中的校长 那这位同学呢 他培养出了很多学生 有一些是很有成就的 比如说像扬州大学 那时候的校长 就是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所以师父上人啊 很赞叹这位同学啊 认为他的教育很成功 为什么呢 你看 他的学生是做到大学校长 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中学的校长 这就是学生的成就超过他啊 所以他是很有成就的 那么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有很多例子啊 我们如果读了凡四讯呢 就会在这里面学到很多的道理 那么了解很多故事 辽凡四讯当中 原辽凡先生曾经提到 福建的建欧 有一位杨荣 那么杨荣 这是在历史上啊 官位做得很高 可是呢 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啊 都是百度为生啊 那是很辛苦的工作啊 都是平民百姓 只有有一年突然发大水 这个大水就淹没了很多的村庄 也有很多百姓呢 被淹死了 那这真的是水火无情啊 你看这个大水一来啊 有许多这些百姓家的钱财物品啊 随着洪水啊就到处漂流 那这时候有很多人划着船呢 就赶紧借机去捞取钱财物品 可是杨荣的曾祖父跟祖父啊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啊 他们对于这些财物呢 是一无所取啊 他想到的都是救人 这时候人命关天啊 救人的生命更重要 也因为这个事情 他积了很大的因德 于是呢 到杨荣父亲的时代啊 这杨家的家庭环境逐渐的好转 之后就生下了杨荣 那么杨荣 他二十岁就考取进士 官位做到了少师 就是太子的老师啊 你看做到这三宫的位置 他对于国家就做出了很多贡献 所以后来皇帝呢 就加封杨荣的父亲 祖父还有曾祖父为少师 你看 他们家的祖先啊 虽然没有做到这么大的官 没有这么大的荣耀 可是他的子孙 可是他的子孙 坐到了少师的位置 那真的就是 一人得到九祖升天 他替他的父亲祖父 曾祖父做到了 于是皇帝就加封他的祖先为少师 那这是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啊 确实常常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啊 就是后一代啊 要超过前一代人 而在佛门当中呢 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啊 这个佛法是师道 佛门当中 老师这信解行政有行而没有正 如果学生能够达到信解行政啊 这是老师的成就啊 你绝对不能讲 哎呀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老师能说不能行 那我也能说不能行就可以了 要是这样的想法 就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错误的 所以做学生的不能够有这种错误观念 老师没有做到 我为什么要做呢 这个观念是一个堕落的观念 师父上人就特别强调这一点 老师做不到 我要替他做到 这才是好学生啊 这个学生才是报恩 保父母恩 保师长恩 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 自己一定要争气 能够奋发向上 在这个地方学习 这就对了 好那这个观字呢 我们就学学习到这里啊 接下来再来看曲谷正音 好我们来看一下 正这个字 正中字典当中有金文跟小传的字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经文的阵 上面的这个形体啊 同臣 从臣 下面 你看这里有同样有两只手 这是跟手的意思是相同的 所以这是古时候的正字 再来看小传的正 小传的正呢 是从手成身 那在说文解字当中 解释 他的本意是什么 是举咎的意思 也就是出人于肩为之意 所以他从手 就是当人有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 我们伸出手去帮助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再来正他是从 这个 呈生 呈是他的身旁 那么呈 他有什么意思呢 有及时正起的意思 正人必及时着力 所以正从成身 你看当别人遇到艰难困苦和危险 你伸出双手去帮助他 这时候一定要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 不要去犹豫啊 想来想去 那么可能啊 这个人家已经就处在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啊 好 那么这个正呢 他用作动词 有动 愤动的意思 比如说礼记月令啊 礼记月令我们前面讲过不少 春夏秋冬 有直从始正 这个正就是动的意思 那我们这个经文当中 曲谷正音 这个正呢 他就是用作动词的用法 那么正呢 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是他的读作四声的这个读音 实际上他也是个多音字 他还有一个真 的读音 比如说真真 在诗经当中 这个真真是人后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读诗经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字啊 就不要读作正正 他是读医生 真真 好 这个正字啊 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介绍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经文 同样是六十六页 我们看第四行 适读度 赤富 车价 肥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路 齿腹啊 是路,是就是世世代代 路是俸路 也就是世世代代所享有的俸路 叫做是路 因为以前许多官决啊 土地等等 官位就是世袭的制度 那么这个世袭 父亲过世了 儿子他就聚成父亲的爵位 官位 还有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土地啊 财产等等 一代一代的相承 所以俸路是这样代代的传下来 这是世路 为什么说世世代代享有的俸路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齿腹就是奢侈豪华 而又富裕的意思 齿就是奢侈 腹呢 则是富裕 那奢侈 我们现在说这是一个贬义的意思啊 就是很浮华 但是张清泉教授有特别解释 按照原来的本义 齿是多 你看人很多 这是齿 财富很多 那么做官 他的官位做的大 俸路高 这是享受比较多啊 这是他有这个福报 当然一个人啊 他能够做到一定的位置 这也是他过去生所赔的福 有这样的因缘果报 但是古收很多官员 他很有德行 即使是做官 拥有很多俸路跟财富啊 可是他自己的生活 还是过得非常的简朴 比如说像范仲淹 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你看他把他自己的财富 都拿来救济贫穷 所以世路齿富呢 那这句经文就是 指的是 有一些 那些对于 国家有贡献的大臣 他们的子子子 孙孙孙啊 就享受优厚的俸路 所以过上的是非常奢华而富裕的生活 那什么是车架肥轻啊 就是他所驾驶车辆的那个马 古时候是马车 那个马是长得又肥又壮 那这个肥轻 是肥马轻球的简称 在论语当中孔子就曾经说过 赤之是其也长肥马依轻球 这个长肥马 义这是动词 就是穿着很轻的皮球 这个轻球也是很高级的这个皮 所以这些大官啊 他们对国家有贡献 那这些大臣的子孙 享受世世代代的优厚的俸禄 过得生活是很富裕的 那么车架肥轻 他穿着轻又轻又暖的皮衣 驾着肥状的马车 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汉字路 那么说到路啊 你看福路寿 这都是人们所需求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路这个字 小转的形体 那么当然在正宗字典当中啊 我们还会看到 有甲骨文经文的形体 那么究竟什么是路呢 先来看正宗字典的甲骨文的 这个路 李静斋先生他认为啊 甲骨文的路呢 就是路炉的意思 好这个路炉啊 如果有生活在农村乡村的人 可能会有一点概念 生活在城市的人 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路炉 路炉啊 是在井上去挑水的一种工具 他是用滑轮的这种原理做成的 一种工具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路字啊 在最初 他并不是跟这些公民富贵有关 而是在井上去挤水 的一种工具 这个在甲骨文的形体当中 就非常清楚的体现出来 你看甲骨文上面就像一个架系筒 下面呢就像他滴出的水 因为这种工具是用来打水的 这个古兽没有自来水 不是在家里水龙头一拧开就有水可以喝 可以用啊 那通常都要去挑水 如果说这个家里有一口井 或者村里有一口井啊 那么就可以用路炉把这个水挑上来 所以古时候呢 那个生活跟我们现在不同 古时候要灌溉啊 是很艰辛的 这种农业的社会当中啊 你看要灌溉农作物啊 等等或者是生活用水啊 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常常都会下雨 那么你要去挑这些井水啊 来满足人们生活当中对水的需求 那么如果这个水源丰富 农作物得到了灌溉呢 那今年的农业生产就可以指望呢 得到丰收 所以这就变成这个路啊 因为这个关系 大家会想说 那你说在井上打水的工具 它跟浮路的路又有什么联系呢 那这就是说你水源充足了 进行农业生产 这一年就可以丰收 所以这个路就是 路这个字右侧 右侧的这个路 它就有福泽的意思 它就是古时候的路字 好 这是甲骨文的路 再来看经文 经文的路呢 在正中字典有两个形体啊 第一个形体 你看跟甲骨文的路 甲骨文的路呢 就很接近 好 一看呢 也是在井上打水的那个样子 这个下面 就有水滴出来 那经文的路 第二个字啊 就跟小传的形体很接近 我们来看小传 小传的路呢 是从事 路声 这是一个形声字啊 在说文解字当中呢 是怎么解释路这个字的本意啊 就是用福来解释 我们常说福路 福路 福路 常常连在一起用 也就是福祥的意思 那古人 那古人 他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这些路命呢 都是天地的神明在决定的 所以从事 这个事啊 我们看像神啊 这些字 他都是这样的一个部首 那么再来看右侧的这个路 右侧的这个路 他读音 是念作路 那实际上右侧这个路啊 按照广运的解释 他就是有雕刻木材的意思 这个路是刻木的意思 刻木路路 这个可能是形容他的一种声音 好 那段玉才解释 这个路路就是利利的意思 就是依可数的样子 所以这个路啊 我们说福路寿 福路寿这个路 是大福大祥 很大的福报 很大的吉祥 是利利可见的 所以从路声 那其实在甲骨文经文的时代 这个路啊并没有小转左侧的这个部首 并没有这个四字旁 所以 这个路和有四字旁的路呢 它是古今字 因此路他用作名词 解第一个意思就是福 也就是福路 比如说礼记当中 就有使辱寿路于天 这就是来自于上天的福路 那么路也可以指凤路 比如说在周礼天官当中说 以八禀赵王玉群臣二约路 这个路指的就是凤路 路也可以指田意啊 或者是赏赐啊 路位啊等等啊 这个路位我们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论语当中就有紫章学甘路 这个路就是路位的意思 那么路也可以用作动词 就是寿与路位 以路寿与之 比如说礼记当中就有 未定然后路之 那么这里的路 它就不是名词了 它就是动词 就是寿与路位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路寿与给他 那总之 一说到福路寿 大家也都会觉得 这个是人们所非常需求的 但是究竟这个福路寿 要如何才能够求得呢 这个我们就是要学习因果教育 才能够真正了解命运的真相 才真正了解人们所需求的财富 地位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究竟要从哪里而来 实际上这些并不是神明所赐予的 人的吉凶祸福 富贵穷通 这些命运其实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这一点如果大家深入的学习了凡事讯 就能够很有体会 那么以前师父上人常常教我们三年学了凡呢 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佛家也强调啊 财不失得财富 法不失得聪明智慧 无畏不失得健康长寿啊 这些都是事实真相 都是真理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一个人的富贵啊 好像是与生俱来的 其实都是他前世积德修福 所感得的果报 这一点我们要是深入了解因果的道理呢 就能够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好 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关于这句经文呢 我们就留待下一节课 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